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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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经过规范化整理研究 以成为安全有效的临床手段和方法 具备了大范围推广应用的基础和条件 原来只流传于广西柳江一带的状医药限点究疗法 经过发掘整理和规范化研究提高 现已在中国国内数百家医疗机构推广应用 并传播到中国香港 中国澳门以及东南亚和西欧的一些国家 肝尘协调 一点把拿出来再用手牙 嗯 得了 因为它非常简单 老不定都可以学 又不伤人 非常安全 所以为什么它传到世界去就是这样子了 近年来 随着国际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医学模式的改变 各国民众纷纷试图寻找更自然更安全的治疗方法 而中国的传统医药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 自成体系的传统医药之一 灿烂的传统医学文化不但造福了中国各族民众 而且也逐步为世界各国及各民族民众理解和接受